那么现在我们实现了这个广度优先算法 我们在这个空中里面跑一下看看这个能不能变力出来 现在呢我们以这个从这个A点开始对吧 从A点开始去看一下能不能把按照刚才咱们说的顺序 把这个ABCD对吧 EF这个顺序变力出来 OK那现在呢我们就运行一下 WinBrowser检查 G是咱们的一个图结构对吧 G.BFS什么呢 A.Function记得一定要需要回调去处理这个变列结果对吧 Console.log.in OK 当然这个代码看起来有结构点乱对吧 没有关系 那么看一下变力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把每个点变力出来了 结果顺序呢是ABCDEF 跟我们刚才预想的一个过程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呢就是广度优先算法的一个实现的一个原理 用了这么一个呃对链对吧 用对链去不断的去探索下一个点 这一段这一段我删代码就能剪掉啊 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讲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图的这个呃广度优先的话实现它只是其中的一步 那么下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下个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要讲怎么去做它的一个呃最短路径的一个问题 对吧 因为比如说咱们在做一个地图的时候最关心的就最短路径问题 因为地图呢本质上说可以用看着有很多点组成的对吧 那么这点之间呢是互相连通的对吧 因为你的马路是怎么修的嘛 那么OK你在这个点对不对 比如说在这个点开始A点去到这个点C点 为什么叫做C点呢 那么你怎么样走才会最近 那么你有很多种走法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走对吧 总有一天能达到起点 但是你要我们现在要求什么地图嘛 那地图当然是希望推荐最短的一个路径给我 对不对那怎么去C最近呢 那么你有几种方案比如说走这边 那比如说走这边那问题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寻找一个最短的路径 对吧就是图结构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我们要解决这个最短路径的时候呢 要修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记录两个值 一个是D D是什么呢 D是Distance OK 那么第二个呢是回溯路径Pred 这两个值分别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从A开始 从A开始 那么我们记录这个D的意思是 从A开始到其他点的一个距离 从A开始到其他点的一个距离 那比如说我们A点到A点的距离为多少呢 为0 A点到B点呢为1 A点到E点呢为2 对吧要记录把这个值记录出来 把这个值记录出来 把这个值记录出来 这个是D 那么它存储的结构是这样的 比如说A点 对吧从A开始到A点的距离呢为0 A开始到B点的距离呢为1 A开始到E点的距离呢为2 对吧 是这么一个记录的一个方式 那么回溯路径呢也是相当简单的 它是记录了某个点之前 便利它之前的一个点是什么 比如说E点便利之前的点呢是B点 F点便利之前的点呢也是B点 那B点便利之前的点呢是A点 那么记录好这些值之后呢 我们就能利用它来做一个最短路径的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了 那同样的D点的回溯点呢是A C点的回溯点呢也是A 在这里呢我们记录 A的回溯点呢为0 因为A从A开始的嘛 那它是没有回溯点的 对吧 那么从B的回溯点呢是A E的回溯点呢是B F的回溯点是B OK 那么这两个值分别怎么去获取它呢 那很简单 回溯点的获取方案是这样的 每次探索新点后 比如说我们探索到E的时候 我们就把之前发现它的这个点 对吧 设置设置起来 比如PRED等于B OK 那因为我们PRE存储的是这么一个结构 对吧 那么我们设置它的E点的回溯点呢为B点 OK 这么一个存储结构 那么再下再往下 每次探索新点之后 就是D的一个一个存储的一个方案啊 每次探索新点之后将该点的距离 比如说DE 因为我们D里面存储的都是数字类型 对吧 DE 设为回溯点的距离加1 比如说我们探索到E点的时候 我们呢 就令它等于这个DB 对不对 DB 那DB是多少呢 DB是1 到E点距离为1 那么它到下一个点的距离呢 加1 就为2 对吧 就能把这个点给获取下来了 这是两个获取方案 那么这两个应该放在哪呢 就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对吧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代码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然后呢 粘贴一下 那么名字呢稍微改一下 BFS OK 那么这个算法呢也是广度优先算法 广度优先 优先算法 这个算法就有两个值 D这个呢是一个距离值 那么还有一个呢 Pied 这个呢是回溯点 对不对 那么首先在我们这添加这两个内容啊 也是在广度优先的这个内容 直上添加的 那么首先进来之后第一步 我们做个初始化的东西 OK I等于零 便利全部的点 对它进行初始化 Vertices 点Lens 然后I加加 OK 然后呢 Pied 那天出始化这两个值对吧 哇 D等于一个空对象 哇 Pied 也等于一个空对象 因为存储这两个内容 好了 现在我们怎么做初始化呢 做初始化其实很简单 对吧 哎 做初始化其实呢 就是说我们令全部的点 比如说A点B点C点D点的距离 都怎么办呢 都暂时设为0 就因为你还没开始便利嘛 设为0对吧 为什么设为0呢 别的值不行不行 那肯定不行了 因为呢 你接下来又对它加加1加1不能加1的 那如果你不不初始化呢 是untify 那么加1呢就报错 那么同样啊 这Pied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对每个点Pied 对吧 每个点的值呢都设为now 对不对 暂时设为一个一个now这个值 然后方便我们后面去添加一个对象 好了 现在我们做这个东西 看代码怎么写 D Vertices I 等于什么呢 等于0 对吧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Vertices里面存储了什么 是不是ABCDEF 这几个点 CDEF这几个点 OK 那么我们D Vertices I 就假设现在I等于0 那么Vertices 0 就是这是哪个呢 这是A 对吧 那么DA DA 等于0 那么DB呢 不断的直循循循环对吧 等于0 不断的直循环不断循环不断循环不断循环 不断循环不断循环 那么呢会把全部的点的出的那个 呃 这个值 对吧 这个距离都设为0 那同样的Pi E D 的什么呢 的Vertices I 等于now 跟刚才一样的原理 把它全部设置为空 我们再把这个讲一遍 那么呢Vertices存储的是 是什么是ABCD对吧 ABCD等等等等 那么Pi D A 对吧 某一项嘛 等于什么呢 等于now 就是说A点的回溯点呢为空 OK 好了 现在我们把它出手号完成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想一下怎么去 记录这两个点 记录这两个点的要诀在这儿对吧 啊 每次我们探索一个新的点的时候设置回溯点 那我们在什么时候探索新点的呢 好像是在这一段代码 对吧 比如说 呃 now now 等于等于A OK 以这个为例子等于A 那么呢 我们会便利A的全部的边 对不对 然后去寻找一个新的点 那在这里呢 这一段 if判断就是探索新点 OK 比如说 呃 W等于边 对吧 那么W呢 我们获取到的值应该是B A到B的一个距离 对吧 A到B的 A点到B点的这条这条边啊 获取到 获取到B点了 OK 好 现在我们获取到B点之后 我们要设置B点的回溯点为A 是不是两个值咱们都有了 那咱们怎么设置呢 所以啊 设置回溯点 因为这一段代码就是咱们探索新点的一个代码 对吧 好了 设置回溯点怎么设置呢 pied B 啊 W等于NOW OK 这个代码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还是以刚才那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啊 那么 假设我们从这里开始 OK 从A点 对不对 NOW现在是A点 去探索它的几条边 是不是这三条边 这三条边 那么假设第一个开始探索的时候 探索到这个边I I等于0 对吧 那么W为什么呢 比如说从这开始 那W呢应该为B 那我们是不是要设置B的回溯点为这个A点 对吧 那PIEW是什么呢 W我说的是B 所以呢 PIEW 等于NOW NOW是什么 NOW是A点 是从A点开始变力吧 等于A OK 这段代码是不是成功的设置了这个回溯点 B点的回溯点呢 为A点 OK 那么下一个是距离的问题 这个怎么写 D 先把原理说了 对吧 有点兴奋了 那么同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 回溯这个距离的意思是说 A点到A点距离肯定是0 是0了对不对 DA DA为什么呢 为0 OK 那么DB呢 应该为A点的距离加1 A应该说为A点到A点的距离加1 为它的回溯点的距离加1 OK 那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写 当前点DW等于D Now Now是它的回溯点对吧 加1 OK 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这一段可能用这个来说不太好 那我们以这个距离来说吧 以这个D E来说 OK D E 写这个有点累对吧 那么对于这一个变力来说 假设咱们Now为B 就从B开始便利 然后呢便利到这个E点了 W为E OK 就这一段的便利过程 好吧 然后现在我们设置回溯点 P W B的回溯点呢 为E的回溯点呢为B 这个没有问题对吧 那么D W是什么呢 是D E OK 就是说E点的距离 A点到E点的距离等于什么呢 A点到E点的距离为A点到B点的距离 怎么样 加1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对吧 因为它又往下便利了一层了 那应该怎么写呢 到D A点到这个B点的距离 怎么样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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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点到E点的距离等于A点到B点的距离加1 对不对 是这么一个写法 那么在我们当前这个执行流程里面 E的代表是什么呢 是不是W B的代表呢 B的代表是Now 所以呢 完整的试试写出来应该就这一行 D W等于DNow加1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下一个事情了 我们把这整个执行完的一个结果 Return出去 Return 去寻找最短路径 我们先看一下 执行到这个算法 看看咱们 这个两个点试试对不对 对吧 像不像我们理想中的那样 好了 执行一下 这个回调就不要了 回调就不要了 不用了 好了 BFS OK 是不是获取到了这么两个 这么两个对象 对吧 一个对象里面有两个对象 首先看D是什么意思呢 是A点到某个点的一个距离 还记得吧 那么我们看看这值对不对 A点到A点的距离为什么 为0 OK 对了 A点到B点的距离为1 对了 A到C的距离为1 对了 A到D的距离为1 没错 A到E的距离为2 A到F的距离为2 OK 全对 对吧 因为我们用的算法位置对对吧 就是去记录这个距离 好下面是一个回数点 那么A点的回数点什么呢 是nob 因为A没什么好回数 对不对 因为就从A开始了 那么在接下来B点的回数点为A点 C点的回数点为A点 D点的回数点为A点 E点的回数点为B点 F的回数点为B点 基本没错 肯定没错 因为程序是很严谨的 就是我们现在为每个点找到它回数点 那么接下来下一步干嘛呢 下一步就是利用这个回数点跟这个距离 去做一个最短路径的一个探索 比如说由A点到D点的最短路径是什么 对吧 其实做这个并不难 因为我们直接去寻找D点的回数点 对吧 在一个个网上找一下 再比如说F点到A点的最短路径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们先从F点开始找 去寻找它回数点的B点 B点在寻找回数点是什么 是A点 OK到达A点了 那么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最短路径 对不对 我们之后也可以对这个路径 以及你行进的步数做一个比较 首先第一步肯定是把全部的路径找出来 对吧 然后在里面寻找最短的 OK 那么接下来就是最短路径的一个代码的示范 教大家怎么去寻找这个短路径 教大家怎么去寻找这个短路径 好 好